好 兄弟们 咱们连着跟了三期的flux系列 那今天来给大家换换口味 来做一期AI生成视频工具的测评 那现阶段提起这个AI生成视频的工具 最强王者呢 应该非runway莫属 大家runway除了生成视频的效果 应该说是当前最强 价格呢 也算当前最贵 然后就是这个可灵和luma AI 那两家呢 也各有特色 那我们今天的主角呢 可能大家都没听说过啊 因为在我做视频的这个时间点 我去搜索这款AI相关的介绍和视频的都很少 但是我测试过之后呢 发现绝对是一匹黑马 这就是minimax旗下的海螺AI 那我们来到这个海螺AI的首页 页面地址呢 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 那我们看到海螺这边的产品呢 还是很全的 有大语言模型 AI生成音乐 AI生成视频等等 那我们这期的重点来看一下它这个生成视频的功能 当然这个生成音乐和生成视频的当前阶段都是免费的 那看我频道久的老观众啊都知道 基本上现在的AI工具在开放用户的初期呢 都会提供一些免费的测试额度 或者是限时免费 所以呢 看到这期视频的小伙伴呢 不要犹豫啊 赶紧去体验 当然 由于视频的时效性 我们使用时呢 以官方实际的政策为准 好 那我们来点击右上角来登录一下 那这边呢 需要手机号码注册 那我就用这个国内的手机号来注册一下 注册过程呢 也很简单 就收一个短信的验证码就可以 那这里呢 我就不演示了 那在登录成功之后呢 我们点击下方的创作视频 好 页面跳转之后呢 先需要同意下用户协议 然后我们看到当前的海螺呢 是只有纹身视频的 所以这个页面呢 也相对简单 就是一个提示词的输入框 那我们先来输入一条简单的提示词来试一下 一只熊猫在喧闹的街道上炒菜 好 我们来点击下方的生成 那这边有一点做的好的就是 它会显示这个前面排队的人数 那我们前面还有三个人 好 我们来等待一下 好 很快啊 大概用了三分钟左右啊 这个视频就生成了 和它这个预估的时间还是挺一致的 那我下载之后看到这个视频的分辨率呢 是1280x720 帧速率是25fps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内容 首先对提示词的还原上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本来这个提示词呢 就很简单 然后视频整体的稳定性呢 做得也很好 近景案板上的菜 碗的花门细节 包括远一点的这个摊位上的字呢 都没有出现明显的抖动 那我们注意一下左边这里出来的这个人物 在一个相对较小的区域内 从人物出现的到被这个摊位遮挡住 这个效果呢 还是很稳定的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远景 人群呢 也是相对稳定 远景建筑的稳定性的也很好 没有因为镜头在运动而出现窗户或者防烟变形的情况 当然这个镜头的洞幅呢 也不是很大 好 那我们加大难度 我们来看一下是否可以用提示词来控制运镜 因为我看到一些官方的demo呢 是可以通过提示词去调度镜头的 那我们还是用这个熊猫炒菜的提示词 那看过我run位和可林测试视频的小伙伴呢 都对这段提示词不陌生 大家也可以暂停先看一下 好 我们来点击生成一下 OK 视频已经生成了 我们看到运镜上呢 会和我们的提示词有一些出入 我们想要的是一个菜锅的特写 然后呢 逐渐拉远的镜头 然后这个运镜虽然一开始展示的是这个菜锅 不过基本上是一个向上的运镜呢 切到了熊猫 那这个运镜方式显然和提示词不符 但是这个视频有个亮点 就是我们注意这两个人 然后他们被这个摩托男遮住了一秒左右 摩托车过去之后呢 这两个人还在 这个呢 就真有点sara的感觉 可以看到海洛AI对场景的连贯性呢 做得非常好 最后就是虽然因为景深的关系呢 视频的背景比较模糊 但是各种模糊的商铺灯箱和墙体之间呢 也是可以被明显区分出来的 而且边缘呢 相当稳定 我感觉海洛AI对场景 尤其是远景的稳定水平 应该能稳稳地排在当前AI生成视频类工具的第一梯队 好 那我们测试继续 来看这段提示词 第一视角 写实风格 一个长着机械翅膀的小猪在纽约时代广场飞行 小猪毛茸人的非常可爱 和它金属质感的机械翅膀呢 形成鲜明的对比 背景是夜晚的时代广场 镜头移动 第一人身视角 跟随在小猪后面 可以看到繁华的纽约时代广场 那这个提示词比较复杂 然后我之前用这段提示词呢 在runway测试过 效果呢不是很理想 做不出那种无人机跟随运动的效果 那我们来用海螺试一下 发生什么事了 兄弟们报错了啊 说我文案有问题 但我不觉得这个提示词有啥问题啊 那我们再来提交一次试一下 好 虽然我们还是一字未改啊 但是还是提交成功了 那我们来等待一下这个视频的生成 还比较生硬的 那生硬的原因呢 我觉得有两个 首先就是这个猪头的朝向不对 如果是小猪背对的镜头 再做这个跟随的效果呢 应该会更好 那这也应该和我的提示词有关系啊 我没有明确的说明 应该小猪背对镜头 其次呢就是因为这个翅膀没有动 所以给人感觉呢 小猪就像吊在空中一样 那对于提示词的还原上 主要元素啊 比如说时代广场 毛绒中的小猪 金属的翅膀呢 都做到了还原 背景的稳定性上 一无即往都做得不错 那这段提示词呢 就是把我们刚刚这个小猪的提示词呢 翻译成英文 那这里多说一下 就是本期视频所有的提示词 大家都可以在视频下方的描述中找到 好 我们来提教一下 什么他妈的叫他妈的惊喜 好 又报错了啊 还是这个文案内容的问题 那我们来换一个写法试一下 那主体描述呢还是一致的 也是小猪在时代广场飞行 那我们再来试一次 好 还是不行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是这段提示词有问题 还是海洛AI这边就不支持 时代英文提示词 那我们换刚刚那个熊猫炒菜的提示词 还是翻译成英文给他提教一下 好 没有问题 虽然我也不知道 刚刚小猪飞行的英文呢 哪里有问题 但是起码我们知道 这个海洛AI是支持英文的 那我们来等待一下这个视频的生成 好 视频已经生成了 我们看到这次对提示词的还原度呢 就非常好 尤其是刚刚没有做出来的 这个镜头拉远的效果 这次也生成了 然后虽然这个镜头的运动速度呢 比较快 但是不论是锅里的菜 还是逐渐拉远展现出来的远景 都没有出现明显的抖动 那要说美容不足呢 就是我想要一个写实风格的熊猫 那这个视频效果呢 还是偏3D 那我们来试着在提示词的前面 加一个电影写实风格来控制一下 好 我们看到生成的效果 基本上还是这个3D的风格 可能是因为这个熊猫训练集的原因 当然除了这个风格之外啊 运镜还是没有问题的 好 那我们来试一下这个提示词 一个穿着旗袍的女孩在吃面条 面前的桌子上还有一盘鱼 和一盘夫妻废片 好 那我们来点击生成来看一下 那别看这个提示词简单啊 其实坑还挺多的 首先就是测试海螺 能否生成相对自然的吃面条的效果 再有呢就是这个夫妻废片 那这个菜呢一度成为很多AI的魔咒 那我们来等待看一下海螺的表现 好 视频已经生成了 那很明显这两个坑海螺AI都踩到了 吃面条的物理效果呢出现了问题 夫妻废片呢也没有画出来 然后这个视频的风格上基本上是算写实了 但是有一股比较强的滤镜感 那优点呢我认为有两个 首先就是女孩的手呢比较稳定 我们看到她的手啊有一个相对大幅的转动 但是各角度的手指呢基本没有出现崩坏 其次呢就是旗袍的花纹 包括耳坠头饰这些细节呢还是很稳的 那作为对比呢我也用可灵高性能模式来跑了一下 那很明显可灵对这个提示词的还原度呢更好一些 对于场景的物理状态呢也理解的更到位 虽然还是出现了面条消失的效果 但是整体来说呢更加和谐 视频呢看起来也更写实 没有那么强的滤镜感 好 那我们测试继续 我们来一个大一些的场景来试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提示词 这是一个从特写到全景的转换 然后我们分别来用中文提交一次 再翻译过来用英文提交一次 那海螺这边呢暂时是不支持并发的 那我们先来等待第一个中文提示词生成完成 好 那这边呢两个视频都生成了 那作为对比呢我也用可灵分别生成了一次中文和英文提示词版的 那我们看到这一轮呢在提示词的理解上 海螺AI的表现呢明显要比可灵强 而且提示词中描述的太空中地球和月球呢 海螺AI也都做了出来 就是这个地球有一点买一送一了 一下做出了两个 不过我发现海螺AI有一个bug 就是我刷新页面之后啊 之前小女孩吃面和一个熊猫炒菜的视频不见了 我没有做任何的删除操作啊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系统的问题 然后到现在呢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 就是我们刚刚小女孩在太空中这两个视频呢 是没有指定风格的 但是默认的还是出这个写实的风格 而熊猫炒菜这些视频呢 即使我们指定过风格 成品的也是偏3D 这个绝对和训练集是有关系的 那说到风格 我们再来测试一下卡通的风格 我们来个2D卡通来试一下 我们来看这个提示词 宫崎骏卡通风格 小女孩在树下荡秋千 旁边有一只超大的老虎在弹吉他 好 我们来点击生成跑一下 好 那视频已经生成了 我们来看一下 那很明显的这个风格还是偏3D写实的 可能是因为训练集中呢 缺少宫崎骏风格的素材 不过对于提示词的还原上呢 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那假如我们就想要这个生成的视频呢 是宫崎骏的风格怎么办 那这里呢 我们可以在生成视频之后 用这个Domo AI去做一下转会 好 那我们来到Domo AI的首页 那页面地址呢 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 那在登录之后呢 我们点击这个V6转会的按钮 然后呢 我们在右侧来上传一下视频 好 那提示词这边呢 我们就简单的给一个女孩和老虎 重点是下方的这个模型这里 我们看到这里有很多不同风格的模型呢 供我们选择 那如果没有我们想要的宫崎骏风格呢 也很简单 我们选择这个Fusion Style V2的模型 那这个模型可以根据图片 做任意风格的迁移 好 那我们来选择一下 然后在下方这里呢 我们来上传一张宫崎骏画风的图片 那我们就用这张龙猫的图片 好 我们来上传一下 影片长度呢 我们给它做5秒就行 然后下方这些选项呢 我们都保持默认 好 我们来点击生成跑一下 这边提示呢 重会需要大概等待5分钟左右 那趁着Domo AI这边生成呢 我们再返回这个海螺AI接着测试 那这一次呢 我们来测试一下带有文字的视频 因为我看到有些演示啊 这个海螺是可以生成文字的 不过呢 是英文文字 好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提示词 一个穿着旗袍的女孩 手里拿着一张卡片 卡片还写着8 那书记我们频道了 观众都知道 这段提示词描述的呢 就是我们的老朋友8号 那有关8号的更多故事呢 也可以看一下这期视频 好 那视频已经生成了 那我用这个翻译过的英文提示词呢 也跑了一次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效果 我们看到这个卡片上啊 并没有出现单词 可能是我们的单词呢 比较复杂 然后我们看一下推特上这个博主的案例 这个文字呢 确实是可以生成的 只是中文生成不了 那我们来复制一下 它这个提示词也试一下 看是否呢 可以复现 那这个推特的原铁地址呢 我也放在视频下方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位作者 他的推特和YouTube频道呢 也有很多高质量的AI视频效果 好 没问题啊 视频已经生成了 我们看到这个文字呢 确实是可以生成的 但是应该仅限于一些简单的单词 汉字呢 暂时按做不到生成 好呢 视频最后呢 我们返回多么AI 来看一下刚刚转绘生成的效果 可以看到经过我们的转绘之后 原来片3D的视频呢 明显风格发生了变化 和我们提交的宫崎君的画风的图片呢 风格非常相似 那有关多么AI更多的介绍呢 我也在之前专门出过相关的视频 做详细的演示 那有兴趣的小伙伴呢 也可以扫码观看 好 那这一期呢 我们为大家测试了一下 minimax公司新上线的 文身视频模型海洛AI 那就我们有限的测试数据来看 海洛AI在生成视频的稳定性上 我认为可以算是当前第一TD的产品 那从语义理解上来说 对提示词的还原呢也比较好 我们可以放心的在提示词中 去描述元素和运镜 多数情况下呢 会在视频里得到一个较为合理的展示 那在视频风格上 可能是受限于训练级的原因 某些场景下呢 风格描述词的效果呢 不是很明显 但是我们也可以通过后期转绘的方式 在一定程度上呢 去弥补这个不足 另外呢 其实我个人也相当期待 海洛AI继续推出图生视频 以及守卫生生视频的功能 进一步增强用户对生生视频的可供性 好 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大家觉得这期视频 对你有点点消耗的帮助呢 也请点赞关注我的频道 我会在以后带来更多AI工具的测评 最后呢 也非常非常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